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今燕窝更是作为奢侈的滋补极品而备受人们推崇 上等的极品燕窝 无色无味 乳白光洁 晶莹剔透 各大壁后 入水之后慢慢地涨海 温柔饱满地像江南的莲花 水灵灵地充满着盛开的自然与惬意 燕窝是金字燕未普遇后代铸旧的巢穴 安种类分为洞燕和乌燕 洞燕就是金字燕在人际罕至的山洞内住的巢窝 分为泥燕 黑燕 白燕 泥燕又称草燕 其窝主要是用泥土与杂草树枝 以极少量的燕子唾叶粘合而成 所以根本无法使用 黑燕虽然是燕子的唾叶筑成 但含有大量黑色羽毛以及杂质 无法清理干净 白燕是指燕子在山洞最高处筑的巢 杂质很少 营养价值极高 但是产量极其稀少 乌燕是指燕子在燕屋里住的巢窝 在东南亚 燕屋分为两种 一种是建在城市中的燕屋 一种是建在天然丛林当中的燕屋 一直以来 对于燕屋 人们都有一个认知上的误区 认为血燕是燕屋当中的极品 其实 血燕只是一种叫法 准确地说 此类燕窝是有色燕窝 使白色燕窝被岩石中的有色物质所渗透 呈现出部分不规则的铁锈红色 或者被常年累积的大量鸟粪 形成的沼气氧化 从而变成了红色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 燕窝逐渐进入越来越多的百姓家 燕窝的需求量在近几年也随着迅猛增加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 很多人为了一味地追求燕窝产量 开始对燕窝做起手脚 甚至出现了燕窝行业的潜规则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这种潜规则下 市场上的各类燕窝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一 黑燕的潜规则 不能食用的黑燕经过化学手段将其漂白粉碎 做成白色燕窝或者燕饼在市场上出售 二 血燕的潜规则 一些为力仕途的人为了迎合消费者 直接在白色燕窝上添加发色剂或者氨水 使燕窄看上去呈均匀的红色 燕窝造在环境被污染的城市中 燕窝内鸟粪常年不清理 致使细菌滋生 燕窝还没加工就已经受到污染 接下来在加工过程中 燕又为二次污染 首先用工业双氧水这类的化学剂 对燕窝进行整体漂白 漂白的过程 就会让燕窝里的细毛和杂质 达到软化变白 接着是上浆整形 用的是以海藻 鱼骨粉 或其他类肉皮物质提炼成胶水 变涂于燕窝表面 经过这种添加物的粉饰 一个个燕窝就变得没什么瑕疵了 而且增加了其重量 这样生产出的燕窝 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以及甲醛成分 而人体每天对亚硝酸盐的 可摄入量仅0.03毫克 所以一旦食用这种含有 大量亚硝酸盐成分的毒燕窝 可导致血液中低铁血红蛋白 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 失去孕氧的功能 致使阻止缺氧 出现轻子而中毒 更为严重的是 长期食用将导致呼吸衰竭 同时也容易诱发多种癌症 什么才是真正的上好燕窝呢 第一是冻燕中的白燕 因为天然野生 杂质极少 自然成为燕窝当中的极品 但因其稀有 所以市场售价相当昂贵 一公斤最低要卖到十几万元 第二是自然环境中的乌燕 同时这种乌燕 需要遵循以下相应的生产工艺 就能成为真正的上好燕窝 一 天然无公害的产地 燕窝设在远离工业区的地方 或者河流的上游 那里保留了原始的天然景观 避害蓝天 树影摇曳 这才是燕子真正的家 没有造成污染和人类的骚扰 他们才能安心筑巢 二 古法手工加工 加工过程也是决定一支 好燕窝的成败关键 古法穿手工除毛 每个燕女每天只能加工六个燕展 犹如制作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更能完整地剧出燕窝中细微的杂质 三 天然纯净的水源漂洗 用当地的天然泉水清洗干净 不添加任何添加物 四 自然风干 直接自然晾干 这样才能保证燕窝的滋补功效和原汁原味 整个过程虽然非常耗时耗力 但能完整保留燕窝的真正价值和营养成分 不过这样真正好的燕窝在保证品质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只有极少的产量 因此显得弥足珍贵